三国演义 第二回 董卓进京 当时皇帝身边有十个经常不离左右的宦官 叫石长氏 他们贪赃王法 残害百姓 陷害忠良 灵帝对他们的话非常相信 汉王朝统治已非常危险了 朝中建议大夫刘陶向灵帝哭剑 要灵帝除掉石长氏 灵帝不但不听 反而要杀刘陶 司徒陈丹头撞石阶以死相见 灵帝更加大怒 命卫士将二人关进监狱 当天夜里石长氏派人将他们在狱中杀死 从此以后 朝廷官员再也无人敢向皇帝说石长氏的坏话了 中平六年四月 初夏 灵帝害病快要死了 他打算立王美人生的皇子刘邪做太子 石长氏中的简朔在病床边对灵帝说 如果要立刘邪做太子 必须先杀死大将军何晋 才能保皇太子日后平安 灵帝听了简朔的话 立刻派人宣何晋进宫 这何晋原来是一个杀猪的 因妹妹是何皇后 生了皇子刘便 何晋才长了大权 何晋知皇帝要杀他 没有入宫 回到家里召集大臣商议 如何杀掉石长氏 这时灵帝死了 何晋便令私立校尉元少 领五千玉林军进了皇宫 便在灵帝灵纠前面 立太子刘便继承皇位 刘便虽做了皇帝 但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心里却不大乐意 石长氏之一的宦官张让 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董太后听候大喜 第二天早朝时 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 传旨封皇子刘邪为陈刘王 封自己的哥哥董仲为票继将军 并让张让帮他处理朝政 皇帝刘便的母亲何太后 见董太后把持大权 心里也不痛快 她想了一个计策 在宫中摆了一桌酒 请董太后来喝酒 劝董太后不要管国家大事 董太后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两人大吵一场 何太后也发怒了 当夜便把哥哥何晋招进宫中 商量怎样除掉董太后及董仲 此日何晋下令把董太后送到京城以外的何间去 何晋让护送的人暗地里将董太后堵死 又将董太后的哥哥董仲的家包围起来 要追回他的官印 董仲知道事情危急便在后堂自杀了 袁绍劝何晋趁早把石长使这些宦官杀掉 何晋将这个想法告诉何太后 何太后正宠信张让等人便不同意 袁绍又向何晋献上一计 要他调外地兵力入京 搅除宦官 主部陈林认为这样做会弄出乱子来 便竭力劝阻 说话间曹操从旁闪出 拍着手掌哈哈大笑 何晋问曹操为什么发笑 曹操说 要杀宦官 应该先除为首的宦官 这只要一个监狱官就够了 何必纷纷招来外兵呢 何晋一听非常生气 怒气冲冲的呵斥曹操有私心 曹操退了出来 叹息着说 乱天下的一定是何晋 朝廷派往西梁领兵的刺史董卓 手下有二十万大军 野心很大 这天他接到何晋的席文 心中十分高兴 便令他的女婿李如 先派人向朝廷上了一道表彰 说这次出兵是为了逞除宦官 制止逆乱 好让朝廷的大臣不对他产生怀疑 随后便起兵向京城洛阳进发 张让等听说外地的兵来到 便先下手 派五十名刀副手埋伏在常乐宫夹的门内 让何太后招何晋进攻 何太后不知是计 就派人宣何晋进攻 何晋自觉手中掌握天下大权 时常是不敢把他怎么样 便不听劝阻 进了皇宫 刚一进门便被乱刀砍死 护送何晋进攻的袁绍曹操 在宫门外等了很久 不见何晋走出 就在门外大声叫喊 请大将军上车 这时何晋的人头被从墙里扔了出来 袁绍曹操大怒 挥舞着宝剑 高叫着杀入宫内 碰见宦官不论大小全部杀死 一时皇宫内火光冲天 张让 段归等宦官 慌忙 劫勇着少帝和陈刘王 从后宫逃跑了 三经时分 逃到北芒山下 猛听得后面一片喊杀声 火光中一队人马赶到 张让自知难逃一死便投何自杀了 众人从路边草堆中找到少帝和陈刘王 护送回家 行不到几里路 一队大军赶到 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董卓 董卓将少帝和陈刘王送回宫中 便把人马驻扎在城外 天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 横行皆是 闹得老百姓惶惶不安 董卓还带着宝剑出入皇宫 一天 董卓在温明园中大摆宴席请大臣喝酒 突然提出要废了皇帝 立陈刘王留邪为皇帝 大臣们都不敢出声 荆州刺史丁元将桌子推翻 表示反对 董卓拔剑要杀丁元 可他看到丁元身后站着吕布 正用眼睛瞪着他 便不敢下手 第二天 丁元在城外同董卓打了起来 董卓的人马被吕布杀得大败而逃 董卓回来后召集中将商议对策 部将李肃挺身而出 说他和吕布是同乡 只要董卓愿让出赤兔马 和金银珠宝给吕布 他一定能叫吕布背叛丁元 投降董卓 董卓便答应了 吕布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一见那赤兔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红 没有一根杂毛 便喜爱得不得了 当夜便将义父丁元杀了 提着丁元的首级投降董卓 拜董卓为干爹 董卓收了吕布做义子 从此便为所欲为 很快废了少帝 立陈流亡为皇帝 九岁的皇帝无力治理国家 相国董卓把大权都握在自己手中 入朝见皇帝不败 带见上殿 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军校尉元绍反对董卓废掉旧皇帝 另立新皇帝 便怒气冲冲的投奔冀州去了 董卓为笼络人心 不仅不杀元绍 反而封元绍为渤海太守 董卓把少帝与何太后囚禁在永安宫中 派人暗中监视 少帝做了一首诗 发泄心中不满 董卓知道后便将少帝用毒酒毒死 把何太后扔下楼摔死 自此以后 董卓每夜都睡在皇帝睡觉的地方 奸淫宫女 谁也不敢管她 一次出城打猎 来到阳城 正赶上村民举行二月设赛集会 董卓突然叫军事包围人群 把男人通通杀掉 杀得人头滚滚 死尸遍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延宫女